各位世界日报的读者 各位世界日新闻网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一周焦点 我是卫比周 那么在过去一个礼拜 也是的的确确发生很多大的事情 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情况变化 我们今天来这边跟各位分享 大概两到三个三个到四个题目 首先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有关于现在美国的疫情的情况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华人超市出现的一些 这些华人在抢购或者是囤购的迹象 特别是在纽约这些地方 在过去一个礼拜造成很大的惊慌 可以这么说 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跟第一个比较相关的 也就是说 这个刚刚签署的两兆的纾困金 到底谁可以拿到 怎么拿到 这个我相信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事情 最后呢 有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关于新冠病毒的这个来源 到底是什么 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这件事情呢 一直在美中之间呢 至少在网上 或者是在官方层次上 一直争论不休 虽然在最高层次已经有了一个定案 但是还是有很多疑问 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于这个美国疫情方面 那么截至今天 或者是截至3月31号 就是昨天最新的这个数字 美国在美国发生 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确诊数字 已经超过18万 确切是18万6千多人 那么死亡呢 也超过3000多人 3600多人 到3800人之多 今天数字可能还会再增加 那么这个数字 象征了什么意义呢 在过去的统计里头 可以说出来说 这个数字是第一 在现实来讲 是全世界目前最高的 除了中国 包括中国在内 那么美国现在已经在确诊诊数 还有死亡诊数以上 都是变成美国第一了 那么这个对美国自己本土而言的话 这个数字 3800多人死亡的这个数字 也超过了2001年 911空袭事件 所造成对美国的损失 那个时候也是超过 差不多3000多人 包括在世贸大厦 还有五角大厦 以及在这个宾州 三个地方 所发生的这样子的撞击残案 这个人数也超过了 那么这个当然是 也是一件非常非常 悲凉的一个景象 那么今天世界卫生组织也好 或者是美国自己 本身的文章家也好 特别是军事上也好 都说了 事实自二战以来 最大的一次 面临到最大的一次挑战的危机 过去包括所谓波湾也好 或者是其他公共卫生的 伊波拉也好 都没有这一次 所产生的冲击 给带来的危险要来的大 那么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 在过去以后 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改变 那么这以后的事情 我们会再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就这个情况来讲 美国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这个措施 是什么呢 最新的最新的情况是 川普已经签署了两兆元的这个书困法案 这个是我们上次跟各位报告过 是国会跟白宫通力合作 已经出台的第三个纾困法案 那么还会有第四个纾困法案出来 可能还有第五个纾困法案出来 那么总金额可能会超过 超过现在我们说是两兆 那么总金额再加上联帮联储会 所放出的这些宽松 宽松的方式的话 那么给银行 给其他借贷机构 能够得到更多的融资 总加起来大概预估要到六兆左右 那么这个数字也是就美国历史上来讲 也是奇大天文数字 那么除了这个六两兆纾困钱之外 川普的同时还宣布了 大概有25个州全美 包括领地 那么要进入紧急状况 紧急状况的意思就是说 联邦也好或者地方也好 他们都可以各州也好 都可以加强各部会之间的协调 打破一些其他法令限制 来做更积极更迅速的 这样子的这个协调工作跟救援工作 那么除此而外呢 他还签署了国防生产法案 国防就是重新启动了这个国防生产法 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呢 他的要求包括三大车厂 还有这个GM等等福特在内的 开始把自己目前的这个汽车生产线呢 改装或是改变成作为生产 这个呼吸器的生产线 那么说到呼吸器这个事情 当然对目前来讲 是一件极度极度匮乏的事情 那么美国政府 就政府联邦政府而言的话 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些呼吸器 来做各方面的支联跟协调 但是川普这边同时还有一个政策 就是各州与各州之间 自己去张罗他们这个呼吸器 跟其他必要的这些医师医疗设备 包括口罩在内 所以现在形成是什么情况呢 是州与州之间在争这些有限的资源 还要加上联邦也进来 这个FEMA所代表联邦这个紧急重担组织 他也进来去抢够这个有限的资源 那么各州怎么样去得到这个资源呢 除了在自己美国自己本土 来做这样子的这个采购之外呢 各州也各自使出这个浑身解力 去向国外的地方去采购相关的口罩跟呼吸器 那么其中这以中国为最大最大的这个来源地 所以很多州啊 这个25州里头有不少的州 都各自想办法去跟这个中国去要货去订货 那么我们在这边必须要说明的事情是 这个东西并不是美国政府出面 去向中国要去中国买 或者是中国政府运送 赠送免费赠送一批给美国政府 而实际的情况是这个各州自己动用自己的这个 这个基金啊去向中国去订购去买 这是从地方城市来讲 那么美国政府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就在上个礼拜天我们举约而言 有一个叫这个Air Bridge这样的计划 就是美国这个自己在这个联邦 这个纪念阶段整署 跟白宫协调之下成立一个叫做空调计划 这个空调计划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以纽约州为例 那么纽约州 像这个 像这个 美国自己本身的这些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民间公司 向中国订购了大量的这些呼吸器 还有口罩 还有其他相关的这些衣食器材 向民间的几家公司订了这个东西 那么订了之后呢 根据他们原来的合约呢 这个运的方式是非常缓慢的 包括利用这个海运 那么海运大概起码要一个月 要快的话要一个月 还有其他通关各方面措施的话 至少要一到两个月之前才有可能过来 那么在白宫知道这个情况之下 就由FEMA出面 由美国政府出资 美国政府花钱 改为空运 那么使得这些这个急急救弹的物资呢 很快的可以运到美国来 所以在上个礼拜天 就是第一批的物资就已经从上海到了这个纽约 那么这些物资当然是由民间的机构 他们自己所承购的 那么他们现在应该在这个 在这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内 会把这些事情 这些所从中国买到了这第一批的这些物资的 陆陆续续的批价和批发 给不同的这个医院和不同的州政府去用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可能还有第二批第三批 那么根据报道 大概将近还有20批20架次的飞机 会从除了中国之外 东南亚其他的国家都会进步到这边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美国 美国联邦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为这个所面临到的这个口罩也好 或者是呼吸器的短缺的情况下 所做出来的这些应变跟弹性措施 所以这个地方是已经在继续在做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包括测试器的东西 那么最近刚开始的叫BioTech的一家公司呢 也这个在这个最新的这种科技加强这种制造 跟赶工 同时那个FDA就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也特殊的给予这种特别通关的方式 让这些能够在短短时间之内 有的到十分钟 有的到大概十五分钟之内 能够测试出是否有新冠病 新冠病毒的这样子的测试剂 能够尽快上市 能够普遍生产 所以这个是原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测试剂是要搞得很久 甚至要是一个礼拜 要五天以上 才能得到这个确实的结果 那么现在这个测试剂 如果真的是能在短期之间大量产制的话 那么也许会让这个美国这样子的疫情 因为知道有多少人感染的情况下 得到进一步的梳理和控制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正面性的新闻 那么在这个药物方面发展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联邦FDA也正式批准了可以使用 像是这个奎宁之类的这个药 能够来治疗这个新冠病毒的病人 那么这个药呢 这个是从法国这边先开始研制的 但是法国现在这个在前天跟昨天 法国政府已经宣布要大量投资 要从这个一千多名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人身上呢 开始做临床的 赶快做临床的测试 能够找出奎宁这个药 是不是有这个其他的副作用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到美国来讲 当然各方面 美国的学界医界对于这个药 还有抱有很大很大的保留态度 认为说它的确是可以治 但是说产生的副作用呢 也是不可以低估的 那么联邦这个联邦的这个食品药物局 FDA 在前天的这个宣布里头在表示是说 那么考虑到现在人命 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使用奎宁这些药物 所产生的这个副作用呢 可能可以暂时忽略 那么准许这些医生可以开除 如果说病人要求有这个必要的话 可以开除这个奎宁之类的这样的药 来帮助病人能够早点能够能够从这个病毒里头 能够获得改进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些进展 当然另外还有在这个疫苗跟其他解药方面 也在快马价便的进行在做 我们知道有几家公司 已经开始在人体上进行这个疫苗的测试 但是这个是进入正常的正规管道里头去做的 这些药跟疫苗 所以起码还要花一些时间 那么最近的消息最乐观的消息 是在这个今年的暑假 也许可能在7月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批 可能可以使用的疫苗会出现 那么这个当然都是一件好的消息 那么也在昨天呢 当然川普政府也终于 包括川普总统本人 也终于承认说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感冒 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残酷的一个病毒的 对美国的这样子的宣战 所以他昨天也承认这个病毒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他本来说 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他本来认为4月12号 也就是复活节过后的第一天 美国可以开工 就是可以复工 那么当他是讲了这个话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一定全面复工 他也是讲的是逐步复工 他不同的产业复工 但是即使这样子说呢 他还被所有的流行病学专家也好 或者是公共卫生专家也好 认为川普这个说法 完全是无稽之谈 另外是毫无时刻科学根据所做出的这些说法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领袖 他必须要有一些鼓舞人心的话 但是这些鼓舞人心的话 万一是完全建筑在不确实的这些空话上面的话 而不是建筑在这个科学基础上的话 那么当然是非常威胁的 那么在这过去两三天的这个发展过来 这个礼拜的发展过来情况下 川普呢现在终于认知到这个事情的危险性 而且各种数字给他调整 给他看过之后呢 也经过专家调整之后 他终于承认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呢 他现在呢在昨天就宣布 要把在4月初所宣布的所谓15日 这样子的一个隔离计划 宣布延长到月底 也就是4月30号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还在昨天听过这些专家 这个跟他简报之够呢 他现在宣布未来两周 是最危险的这个情况 那么科学家给他一些这种图表 给他用现在的这种 所产生的这种新冠病毒的各种数据 在输入之后呢 给他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未来两个礼拜之内呢 美国的这个确诊人数呢 可能会暴增 那么死亡人数呢 可能会增加到10万到20万左右 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那么这个数字的呈现呢 专家也说 即使在目前做好所有的 这些所谓social distancing 包括这些社会社交隔离 还有这些这种各种不同 我们公共场所的这些不准出现 还有这个居家办公等等这些 这个事情都做到的话 这个数字还是很危险 那么正是指现在这个 目前这个模式上的预测 那么所以工卫专家 还有流行专家 包括每个政府CBC 现在我们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 各种不同的团体都在广告 要求大家注意这个新冠病毒 而且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么如果这个做到的话 也许 这是说也许 在未来两周之间 这个所谓高峰图呢 这个高峰可以缓下来 并不会那么那么高峰出来 那么这个高峰不要出现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可以减轻 现在这个各个各个州的医院的负担 因为医院 本来譬如说只有100个病床的话 那么突然之间有500个病人 甚至有上千个病人进来的话 医生这个病床跟医生跟护理员 绝对是难以应付 承担这样子的这种流量 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这种病发的人 能够减少 能够降低 如果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东西的话 也希望这样子的发病的人数 能够均匀地分布到每个月 每个礼拜 而不是在短短的一个月 短短的两三个礼拜之中 突然爆出这么多人来 所以这是目前想要控制 或减缓这个新冠病毒 流传速度的最主要方法 那么说到这里 当然这个纽约市 现在真的是 真的是 以纽约市为主 因为现在纽约 是全美的重灾区 我们如果看这些照片 还有些图示 可以看一下纽约州 纽约市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区域 那么纽约市的各个医院 都发生这种拥挤不堪 这个医护人员 都难以附和的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在这个情况中 其中有一家最 就在法拉盛 不远的 黄国区这边 艾姆赫斯特一家医院 这个是在西边的法拉盛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势力医院 那么这个势力医院 在过去呢 在过去两个礼拜 接受了非常多的新冠病人 那个地区主要是以这个 拉美医了 还有一些这些 还有一些不同 这个像这个 欧陆主义的这些地方 所使用的这个医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发现这个一天之内 死要死 这个病死 死三个人的这样子的 这个恐怖记录 那么里头的医生呢 也纷纷对外发言 说的确是负担不了 而且器材不够 有的这些保护医呢 必须要洗了再穿 或者消毒再穿 口罩呢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面罩呢 也是消毒再用 所以这一家 由这家医院 所承受的这个 所承受的这个病人量 跟他这个保护 医护人员 保护所需要的这个设备 叫PPE 来讲的话 的确是不够的 那么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断地 正在各方面的资源 去协助 能够把这些 让这些医院 这个医院 医生人员 能够有充分的器材 去渡过这个难关 那么也在同时呢 全美将近有七万多 不同的这些 全美各州 不同的这种 退休的也好 或者是在职的这种 医护人员呢 都纷纷赶来 纽约支援 比如从乔治亚州 他们自己这个自费 或者是这个航空公司 花钱 请他们这个 让这些医生人员 到纽约来这个支援 还有其他的这个救护车 200多辆的救护车 也从这个美国各州 赶过来 还有不同的护士等等 都在赶到纽约来支援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大家比较期待的 或者是大家比较看好的 是美国这个 confer 美国军舰的这个军医船 confer 在30号呢 是来到纽约 这个船呢 大概有一千多个船位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目的 现在大家有一个误解 就是认为说 这个船是来这个容纳 这个收容 这个新冠病毒的病人 其实不是 包括现在在这个 美国最大 纽约市里头 最大的这个 展示中心 甲维之中心 所见识的这种所谓 跟中国 用中国的比例来讲 所谓万仓医院 或者是说 这个 美国自己所搭建的 临近临近医院 那么这些 这个医院所收容的 都不是新冠病毒的人 所以有人在讲说 如果用万仓医院的 这个观点来比的话 有点点不恰当 因为万仓那边 所收容的 的确是一些 轻微病症的人 去收拾 或者是一些 有传染到的人 那么在这个 美国现在 纽约市边所搭建起来的 这些临近医院 或野战医院 或者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军医船安慰号 所收容的病人 都不是 这个 这个新冠病人 因为新冠病人的 传染性非常大 在纽约市这样子 密集的这个都会 你要把这些 新冠病人 带有这个 公共传染力极强的 这样的病人 运来运去 同时在公共 公共 开放的地方 来做这个事情 的确是有高度的 危险性 所以现在实际的做法 是把纽约市 现在一些 比较不重要 这个病情的 这个病人 比如说你开个小刀的 或是有一些 这个刚刚开过刀的 把这些 可以康复 或者在短期内 可以康复的 这些病人呢 都移转到 这些所 包括像这个 军医院 军医船 或者是其他 大线的临时医院里头去 让这些人 可以在那边休养 而把医院 自己本身 正规的床位 能够控出来 接纳 源源不断进来的 这个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病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 大概 纽约市现在 所面对的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下 还会 也会激发出 一些很多的 一些创新社会 举例而言 这个我们上次 有跟各位报道说 呼吸器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在这个 这个长老教会医院 纽约市的长老教会医院 他们就想办法发明了 就让一台呼吸器 能够分叉 可以让两个人使用 那么就在昨天 西奈山医院 也报道 他们现在正在 也采用更新的技术 让一台呼吸器 能够让四个病人 可以不能使用 这个当然是 在这个临时的情况下 这个被逼出来的 这些做法 但是这样的做法 也可以看出在 危机之下 也开发出来 一个新的科技用途 未来 将近一台呼吸器 真正能让四个人 使用的话 那么未尝不可以说 是一个一大挑战 所以这个是 大概目前 纽约市或者是美国 所带来的情况 当然除了纽约之外 这个加州警方 也是非常严重 因为现在的情况 是在 以洛杉矶为例的话 他们这个数字 也在洛杉矶郡来讲 和洛杉矶县来讲 他们的数字 也在不断增加 那么他的病床 也不是非常充足 那边加州的州长 Newson也宣布 一连串的警惕措施 能够也希望在加州 这一波的事情 能够缓下来 所以除了纽约州之外 因为纽约现在 可以看得出来 是最大最大最严重的地方 大家很难想象 就在差不多短短 差不多五个礼拜之前 美国这个确诊数字 才不到 才两位数字 那么川普当然是 非常轻率地说 这不过是一场感冒 没有想到 在五个礼拜之后 就已经把整个美国 推到这样危险的状况 不过在此 我还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说 即使目前 不管在微信上也好 在什么提法上 看到说 这个标题非常聳动 美国沦陷 一下这个州沦陷 一下那个州沦陷 或者美国现在 已经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 这种非常负面 而且是极度夸大的 这个标题出现的情况下 事实上 美国本身 并没有这么慌乱 那么离开纽约市以外 或者离开洛杉矶市以外 在其他的 美国这些大部分的州里头 我们看到地图来画 在中部这几个州 以这个确诊人数来讲 以他们各州的比例来讲 这个比例都是相当低的 也就是说 在各州 除了纽约 这个25个州 美国还有另外一半州以外 来讲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 比较正常的过日子 不会出现集队 也不会出现抢购 也不会出现封城封路 这些现象 还是陆陆续续的 在过正常的日子 但这并不表示这些事情 未来病毒 不会到他们身上 所以其他这些州呢 即使比较正常 都也采取了防疫措施 美国是一个这样子的社会 如果对美国住久了 了解的话 它基本上是很多事情 由政府的角度来讲 这个政府就越少越好 越小越好 所谓的事情都是由民间 或者是州来自己处理 联邦政府和中央政府来讲 所负担的角色尽量减少 这个特别是共和党 所代表的角色 当然民主党希望能够 联邦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角色 和权力越大越好 这是两个之间不同的争执 所以如果看到民调的话 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在民主党的人 会觉得川普做得很差 在共和党来讲的话 觉得川普做得不错 那整体民众来讲的话 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民调 也觉得这个川普不错 那么主要就是说 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这个川普政府也好 或政府也好 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那么最近民调也看到 会负最主要责任 当然还是在这个 法源地的中国 这我们等一下稍后再提一下 那在整体来讲的话 纽约 美国来讲 还是一个相当 能够有弹性的一个政治体制 它这个当然是在 面临到未知的这些 突发的这种重大情况下 它的确一开始是有些慌乱 因为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逐渐的 它立刻把这个事情 上了轨道之后 立刻就机制化 决策化 而且最重要的是 科学为医技 而且更好玩的更明显的一个事情是说 在这个每一步的过程当中 都有足够的监视的体系 来完善这个每一个步骤 完善每一个救援的这个步骤 所以我们陆日陆继续看到 这些事情继续还会发生 也表示美国这个政府 无论从周围到地方也好 都会弹性的 根据实施情况 在最坏的情况下 做出最好的选择 那么当然未来两个礼拜 是比较危险的 那么也呼吁大家 在这个情况下 尽量减少外出 非必要的情况减少外出 那么多戴口罩 以往华人的习惯 那么勤洗手 而且要加强洗手 这可能是 为保住自己最好的办法 那么第二次点 我们跟大家谈一下 稍微谈一下 这个又因为这样子的 疫情的结果 产生我们在看到 特别是纽约地区 看到这个华人超市 出现这个强购 这个囤购的景象 那么当然这个 引起一个很大的话题 特别是引起很多人的紧张 那么我们这边 在认为这个紧张体系 是不必要的 因为在这之前 在刚刚开始 在二月初 在华人社区 已经出现了一个抢购的情况 这个华人到这个 到这个华人店里头去买 各种的米啊 肉啊什么的 在那个时候 已经造成一种惊慌了 那么这一次呢 是因为纽约市 宣布要进入这个 所谓这个 所谓这个 类似封城 不能用封城的概念 就是说纽约州的人 纽约市的人 不能到别的地方去 不能到别的州去 如果去的话 要有14天的自我隔离 等等这些 比较重大的居家币 这个措施出来之后呢 又再一次引起了 这个华人对于整个未来 这个疫情不明朗化 所产生的恐惧 所以呢 在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出现了 华人超市 有传出来说 有的华人超市 要打烊 暂时休息 有人是说 要调整这个 调整这个营业时间 等等这些事情 在这里头呢 有很多是谣传跟谣言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一批人 专门喜欢 在华人社区里头 利用这个微信的方式呢 来传递一些 非常不实在 不负责的这个谣言 造成华人社会 社区的紧张 那么所以在过去 一个礼拜 一个多礼拜了 那么世界日报记者 也非常辛苦 这个 有一天还下雨 那么不断的打电话 跟这些厂商 商家去求证 到底你们会不会关 那么你们关的情况 是怎么样等等 那么这个事情 得到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有的店是会关的 有的店呢 是调整营业时间 从九点钟到下午四点 或到下午五点 等等这些不同的措施 那这个措施背后 是主要什么原因呢 现在目前归大起来 大概有两个 三个原因 第一个 就是前一阵子的 这个华人超市的这种抢购 已经对于这个 华人超市的员工 特别在里头的员工 已经造成了极大的 这个省工作的负担 负担量非常大 他们不断要进货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以纽约市为言 或纽约州而言 还没有产生所谓要 强制24小时 都要居家办公 等等这些措施 还没有 但光光那段时间 已经让各个超市的工人 已经相当辛苦了 他们不断的上货 不断的补货等等 那么第二 接着这个之后 纽约市或纽约州这边 就宣布了要居家避易 那么所有的这些商业活动 都暂时停止 除了当然重要的超市 什么之外 还有媒体之外 还有金融业之外 可以 必须到店里头来做 来上班之外 其他的商业 就要暂时停止 或者居家办公 但是就超市来讲的话 这些员工也非常担心 不然员工自己本人担心 员工的家人也非常担心 认为说你拼命在外面 去外面工作 然后把病毒带回家里来 那家里怎么办呢 所以这员工来讲 他有内外不同的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 当然就反映到这个店里头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华人超市的店 就开始调整人力 那么一方面 调整完之后 人力就不足了 再加上还有继续不断的 抢队 抢购跟囤货的激光 不断在发生 继续在发生 再加上市政府 还有州政府 要强力推动 所谓social distance 就是社区距离 社交距离这种情况下 使得在店里头所能够 容纳的人数也会减少 店里头购买的人数也减少 或者到收银排里头 去排的人也要减少 所以陆陆续续这些商家 都采取这样的措施 这样的措施出来之后 就造成一般民众 购物的不方便 跟购物的这种长期 长期排队等等 所以一下之间 这个话就传开了 有的店 就是说 因为实际上人手不够 就是说 暂时休息两个礼拜 让员工去休息 然后把这个店里头 重新做整理 也要消毒 那么有的店 就是说 缩短这个时间 把这个时间缩短 那么第三个原因 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也是说明到 这个华人的 这个超商的经营者 因为在纽约市来讲的话 大概 因为不像其他美国 主要的超市来讲的话 他们是个连锁性的超市 进货也好 成本也好 各方面压力都可以分担 都可以重新均匀处理 均匀处理 同时还可以不断 不同的 挪到不同的地方去 但是就华人超市来讲的话 虽然有几家 是相当大的 这个华人超市 这个营业链 但是背后还有股东 还有不同的资金提供者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考验跟压力 所以呢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也必须考虑到 这个资金 因为这一阵子 这个 包括像中国这边 断货之后 还有其他的进货的东西 也慢慢出现困难 对于这种 华人经营者来讲 他们的资金链 也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资金链的问题 也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自己的员工 有很多的员工 是跟着这些老板 好十几年的 那么看到他们这种情况 老板也必须考虑到 员工这些实际的情况 所以陆陆时期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出现这个 开始停业 或者是暂时停业 或者是暂时修改时间的情况 那么就造成整个 华人民众 特别是在都会区 在纽约市为例 那么这些华人 对于英文 并不是那么熟悉 而且或者是没有车 仰赖这个步行 或仰赖公车 去购买这些 普通的民生必须的东西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 很恐慌的情况 那么这一传师 十传百 结果造成大量的人 过来购买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看 这个离开华府区 离开华府 法拉盛 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来讲 就没有这么严重 如果你去其他的这个 一般外国人 所开的这个超市 还是一向正常营业 营业时间也并没有缩短 有的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但是里头还是这个 按部就班的 除了要保持一些所谓社交距离之外 还是继续的营业 没有出现抢购 或者是抢队这个风潮 那么当然在大都会里头 所谓这个好市多 Costco 或者是BJ 会有这些大量的 在这个大都会来讲 可是 如果你离开这些 比较大的都会区之外 你看到这个事情 并没有发生 同时在韩国人 这个韩雅龙这个超市里头 也没有看到这个排队 抵兑的这个风潮 所以这里头有一些 有一些我们这个 华人自己这个超市业者 经营上 本身自己本身经营上的问题 这个情况 还有我们自己这个 华人社区本身 所带来的一些金控 那么这些金控 讲实在的话 我们跟大家来报告的话 实在是不必要的 那么在这里头 当然超市之间 可以做一个更好的 这个协调跟联系 同时呢 更好可以运用媒体 比如说世界日报 来说明 以后这个 在未来的 譬如说两个礼拜 譬如说未来一个月 所考虑到的营运方针 跟这个营运的这种可能性 跟这个方式是什么 也许这样子呢 透过媒体的传播呢 能够让这个 我们这些大部分 在美华人的心情 在这个已经是 新冠病毒的这个压力下 可能不要再为这些民政问题 再费这么多的 这个脑筋和心力了 好 第三个我们来谈一下 有关于这个 这个疏困基金 怎么拿到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大家 比较关切的 跟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师范有关系的事情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已经发下这个 有两兆的这个资金下来 那么这两兆资金 其实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我们大致来分的话 可以分为个人 还有中小企业 还有大型企业 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好几个不同的 这种类别来分 当然对我们来讲 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我们所关心的是 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做法 那么首先 我们先必须 依照目前所知道的条例 再来讲的话 第一 我们先把这个话 先说到前面好了 什么样的人可以拿到这个钱 这个钱怎么拿到 我们先说 这个凡是你的总收入 这总收入 这总收入包括你的资本利的 就是你的银行存款所生的利息 或者你有股票所加的钱等等 这个总的利 总的这个总收入 如果是在七万五千块钱以下 夫妇大概是一万五十五万左右 你在七万五以下十五万以下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可以拿到一千两百块钱一个人 那么夫妻就是两百 两千四百块 如果两个小孩就是一千块 一个小孩五块钱 所以这样子的话 年收入在七万五的个人 或者是一个家庭 一家四口 那么你可以拿到将近 最高拿到三千四 这是一个钱 这个钱是不扣税 好了 这个钱怎么进到你的账户呢 那我们先拿 以这个为例 后面大家可以以此类推 如果今年有报税 比如我们本来正常讲 这个是4月15号报税 如果你今年在15号 在1月份就已经报税 报进去了 而且美国这个事情也蛮快的 如果你1月报税的话 你可能在2月份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拿到 你可能有的退税 或者要求你补税 总而言之 就是如果你在1月1号开始 比如到1月到2月之间 你就已经报税了 那么这个国税局 RS就很快 会给你一个退税 或者要求你补税的一个通知 那么这样子 在这个国税局里头 我们现在多半大概 很多人是透过会计师 用这个电子报税也好 或者是用这个支票报税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都有你的银行账户在那边 那么RS对于这些 在2019年 报2019年的税 已经报好的话 这些人会最先拿到支票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已经在档案上的东西了 所以有很多人 他们说大概 估计有50%以上的人 已经在4月15号之前 或者是3月底之前 都已经报税了 所以这些人 会最快拿到报税 那如果还没有报税的人 本来应该在4月15号截止 但是他一直没有报税 那么这些人 拿到支票 拿到退税的东西 会比较慢 会慢多久 并不了解 那么最快的人 大概在3个礼拜之内 就可以看到 这个RS把这个钱 直接打到你的账户里头去了 所以 7万5以下 或者是15万以下 等等这样的家庭 大概在4月中 就可以看到这一笔钱 那么如果是 年收入 以个人而言 只超过7万5 但是在9万9之下 那么这个阶级的人 他也是可以得到补助的 这个补助就会减少 假定 你现在超过 假定现在所赚的钱 是譬如说8万块钱 好吧 那么假定说8万块钱 你就超出7万5 有5千块钱 超出7万5千块钱 那么每超出100块呢 他就会减你5块钱 所以从1200块钱呢 你每超过额度的100块 他就扣你5块钱 所以呢 也许 譬如说拿到赚8万块钱 他可能拿到了钱 最后可能是800到700 如果你赚到9万块钱 或者9万9以下的人呢 你可能只拿到400多块钱 或500块钱最多 那么这是一个奇数 如果你超过了9万块钱 那么这个钱就拿不到了 那么如果你是9万9以下 跟这个7万5以上 中间这个东西 中间这个钱 个人也好 或者是夫妻也好 你们同时报税也好 等等 那么这个钱 就会拿到将近差不多 800块钱到1600块钱 或者是900块钱 组合在一起 这样的不同的钱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1200块 夫妻也有2400块 每个小孩500块 如果你早点报税了 这个钱就会进到你的 直接会进到月快 三个礼拜之内 就进到你的账户里头去 如果你还没有报税 那么对不起 这个钱你可能要等一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应该不会出现 有任何情况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不要做任何事情 那么这个钱 会直接回到你的账户里头去 那么这个是 现在目前所做的一个 这样的规划措施 当然如果你还有 你要问说 那什么人可以收到 现在目前最大的 最大的明确一点就是说 只要你有social security 只有你有涉案号码的人 你都可以得到这笔钱 假定你的收入 你不报税 你没有报税 或者收入非常低 至于不报税的话 也会得到这样的收入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必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 再跟大家做力量解答 所以这个是就个人来讲的话 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措施 当然这个钱 可能要说会不够 因为如果说 还会往后再推这个疫情 还没有结束的话 那么这个国会也会尽量 还会再做一个另外一次的 这个纾困措施 那么这个纾困措施呢 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是 就是我们把这边 这地方稍稍再拉一下 这个纾困措施现在说 我们前面跟大家报告 已经有三次了 那么第四次是什么时候会来呢 会来 这个到目前为止会来 但是怎么来还不清楚 什么时候来也不确定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大概4月25号 也就是国会 现在这个 因为马上就碰到 復活节的这个修会时期 大概到4月25号 等国会 復会之后 再来谈这个事情 那么第四比 这个谈的这个事情 可能会包含很多东西 包含一个什么东西呢 包含一个加强基础建设 那么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等于说 从这样子一种困境中 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出入的做法 这有点像是 美国1930年代 经济大萧条时代 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些做法 到时候 比如说 把这个基础建设的案子 重新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报告 所以就这个来讲 是个人部分的题材 那么中小企业 小企业也有 也有这样子的规范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多说 那么这些东西 但是中小企业来讲 他们对于会计的审核程序 会更加严格 那么你符合联邦所规范的东西 这个法案所规范出来的这些 也是会得到同样的低利 或者是无息的这种贷款 可以帮助中小企业 特别是小企业主 能够渡过难关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些情况 这个是包括租房子的人 还有找不起 找不出房贷的人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说 第一 这个联邦现在并没有要求 并没有硬性规定 但是如果说自己的房贷 或者是房租 是向政府相关出资 所建立起来的房子 或者是成租政府 背后资助的房子 像房利美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这些房租可以占付 这些房贷可以占付 占付多久现在不确定 大概到四个月的样子 但如果不是属于政府的 而且是民间私人的 比如我向银行贷款所搞的 所得到的这些房贷利息 还有我向房东手要交的钱 那么这些东西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现在各个州 各个市 已经有出台的办法 是要求 是不是暂时只付 比如说未来两个月 你就不要付这个钱 那如果这个房客 如果不付房租 这未来两个人不付房租 那房东怎么办 房东要靠这个房租 去付一些房贷的怎么办 那如果房东不付房贷 那银行的钱就亏了 所以这里头现在出现一个大的 慢慢慢慢形成一个大的窟窿 那么这个窟窿 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说 你现在还不管它 慢慢去扩大 或者在下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的 4月8号 4月25号以后的 重新这个国会复会以后 一定会想办法 再把这个窟窿再补起来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说 如果这个情况 再慢慢慢慢延续 跟扩大的话 就有可能 就会出现一次 像2008年 2009年 这个金融海啸一样 二次房贷 所带来的整个金融海啸 所以如果说 在这个4月底 能够走出 这个所谓疫情的话 那么这一块 金融危机 还在后头等 如果不先预防的话 那么还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 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好 那最后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有关于这个 新冠肺炎的 这个所谓起源问题 之所以要谈这个题目 原因是因为这个 至少在目前中方的这些 不同的这个 微信也好 或者是自媒体的 还在持续 拿这个做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 继续还是有这个阴谋论 把这个阴谋论 说是美军投毒啊 什么这些事情 那么这些人 很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的讯息太慢 他的讯息太旧 他还在这个低层次的 这种所谓阴谋论里头 去传这些东西 而且你们不知道 外面的这个 这个事实的检查 跟对事实的认定 已经往前慢一大步了 还在这边传这个东西 那这个传把 当然隔一阵子之后 就会自然消失 可是在目前为止 还是有很多华人在这边 传这个东西 或者不断地在 还在继续找出各种证据 要证明这是阴谋论的问题 那么就在最近 就是3月18号 这个Nature 当然是美国 也不是美国 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 科学杂志 那么是由这个NIH 就是美国国家卫生院 这几个 包括院长在内 他们几个学者 共同执笔的一件事情 一个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就针对就是说 这个新冠病毒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么他们当然从各种不同的研究 特别是用DNA的 就是基因排序的方式 来不同的证明 还有他们结构 结构里面的这种蛋白质 这种不同的这种链 来分析出来一件事情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这个不是人工制造 再说一遍 这不是人工制造 那不是人工制造 就是什么 是天然来的 至于天然怎么来的 他们认为 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呢 这种可能性 是由于这个技主 中间技主 包括蝙蝠啊 或者是穿山甲这些 所造成的 他们这些病毒 造到这边之后 这些病毒又造成人体之后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呢 这种病毒 直接进入人体 在自然情况下 结束进入人体 这个有可能 这些病毒 已经存在很久了 但是这个 这个都是一个假设性的说法 那么他们后来 证实 就是用实验 还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规律 然后分析跟推纳 还有这个 把这些 等于说解破这些病毒的 这些情况 得到结论之后 这不是人工合成的 因为 这些病毒在人体里头 不断地有演化跟进化 这个演化跟进化 跟变化的这个机制 是天然的 是属于进化性的东西 是由一步 到下一步 下一步 而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细腻 如果是人工制造 人工制造出来的病毒 是不可能在短期之间 短期之内 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他们认为 这个是 从这种 从现在所看到的东西 倒回去去推论 说这不是人工制造的 那么 不是人工制造的 那么进一步就推翻掉 很多人就说 那当时在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武汉医病研究所里头 或者有人弄坏了弄出来 拖出来的东西 这个没有办法去证实 没有办法去证实 但是只能说那件事情 这不是人工造的 那么既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会把刚刚所说的 武汉人工制造的事情 也会把它打翻掉 那么至于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病毒原生于哪里呢 因为不可能是说 人工制造的情况 只有天然来的 那么天然来的 从哪里来呢 那么当然这个事情最先最先发展 知道的地方 是从武汉的野生市场出来的 所以现在武汉的野生市场 也就重新回到一个基本的地位 就是它是目前所认知 所知道的这个新来源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 别的地方来的呢 是不是有别的地方 带到武汉这个市场来的呢 有可能 但是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证据 是说明说 这是从武汉其他地方过来的 那么如果有人 能够提出这样的证据 如果能找到原初的 这些所谓动物也好 或者是宿主也好 那么当然可以证明 这个市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呢 重新就推翻了所谓美金投毒论 什么去年十月 去年十月军运会 美国人到了武汉 把这个毒放下来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 子虚无有的这些 这种阴谋论 这个阴谋论 持续在推动 背后有它的背景 有它的政治动机 有它的民粹原因 我想一般人如果说 了解到这些实际的情况的话 还有实际推顿的话 就会知道 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 那么这个事情的的确确 就是从武汉这边出来 那么现在证明它不是 人工合成的 而是天然出来的 那么怎么样去追 是怎么出来的 怎么得到的这个东西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所以就从此 就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所以大家也应该很明白了解的 还有人去扯上说 这个美国的这个流感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的最早的这个源头 这又是一个 这又是一个 毫无这个理论的这边牵扯的事情 所以到这个 到目前为止来讲 如果以这个 这个自然杂志 还有这几位重要的 这个学术界的人 领军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有关于这个 这个武汉病毒 和新冠病毒的这个来源 应该就此大概 打成一个定论 那么下一步的 在这个情况下 很多人认为是说 我们暂时先不要去追究这个源头 追究这个源头 追究这个源头非常重要 因为知道源头在哪里 怎么来的话 我们可以对这个 这样的情况 做进一步的了解 跟分析 以防止下一波 或下一次再陷入同样的情况 所遇到的情况 我们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重要 可是在目前 大家所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起来抗议 把这个疫情压到最低最低 那么专家都说了 这个事情是 这个病毒大概是不会走了 它会变成一个季节性的 也许到那个时候 这个在明年 今年中 或者是明年初 这个疫苗跟解药都开发出来了 所以它即使变成一个季节性的病毒的话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般流感 大家可以吃药 可以先打疫苗 来面对这个事情 但总而言之 到目前 我们还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我们还在这个台风檐里头 并没有离开这一次公共卫生症 所带来的危机 那么在这边 大家愿意祝大家身体健康 还是常洗手 还是要带面包保持距离 那么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在这个所有谣言乱飞的情况下 还是要看世界日报 因为世界日报在最新最快 能够把政府 还有把一些民间 还有把一些学者 各种的部东西 透过世界日报同任的采访 跟翻译的结果 跟选择跟筛检的结果 每天诚实在世界日报上 在世界新闻网上 这样子让大家可以拿到 确实的这个讯息 而不至于心声慌乱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